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人啊 我在世上就是一直不斷地在尋找的答案 從生活中的瑣碎小事 甚至世界怎麼形成 大家都不斷地在提問 不斷地在尋找答案 但我相信有些東西是無法理解的吧 我覺得不單只是不了解 而且還是我們人們無能為力 就好像剛才歌詞裡的花草枯萎 候鳥南飛 聚散交錯 臉上皺紋 這所有的所有都是季然的定律 都是人類無法去控制的 你說的那些變化 其實都是時間的流失吧 人啊 是抓不住時間的 這好像在線裡 總覺得年紀新興地 就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狀況 我相信她的內心絕對是很安憂的 可是如果我們一直轉流腳尖 一直糾結就不放 那麼我們不但不能解決問題 更讓我們失去了我們在生活裡的動力 但 主角一開始是很絕望的 感覺被全世界拋棄 覺得明天沒有希望 但 當她發覺後才知道 其實她並不孤單 生命中有善知識 善知識 善知識是指 就比如說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老師 還有你的朋友 他們 都出現在我們生命階段裡的 不同時候 他們給予我們善言 關懷我們 愛我們 而戲裡 主角的善知識 就是她的母親 而且 剛才歌詞裡也有提到 不要再嘆息我的孩子 母親短短幾句溫柔的話 就勝過了千言萬語 讓主角從黑暗裡走得出來 其實啊 生命和愛是相連的 溫情 感恩 快樂 熱情 奉獻 夢想 希望 未來 這些都是愛的眼神物 給我生命 就給我愛 溫柔 春節不是聽你說 最近趙哲和國賓正在參加接地賽跑比賽嗎 是啊 聽說他們最近都好像很積極在準備這個比賽 而且好像很有信心耶 嗯 那很好啊 宇哲 你很久沒到外頭去了 反正今天天氣不錯 不如我們到外面 散散步 帥帥太陽 不吸新鮮空氣 好啊 欸 醫生 宇哲 是 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什麼事 你有機會康復了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嗯 有一位器官捐獻者剛剛遇上車禍 鬧死 而他的家屬也答應把他的器官捐獻出來 冷切手續辦妥之後 馬上就可以進行手術 醫生 這手術有風險嗎 這手術的風險還不大 可是 康復後 宇哲就不能再做劇烈運動了 可是 沒關係 只要 我有機會康復 就好了 對啊 醫生 真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 該感謝的不是我 而是那位捐獻器官的人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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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催过生命 叶子满飞舞 感受是精彩 噢 穿越大林 为融合大海 感受是空海 噢 穿越人海 谁这块无法 感受是自在 噢 爱 不说不再 闪发希望光芒 冰凡生命 叶子满 噢 感恩 我不惜我存在 我拥抱四十次等 珍惜每个旅程 铁上古达比较收获的光神 噢 感恩 我不惜我存在 我种下自卑种子 勇气让它们发芽 开花结果 这世界处处芬芳 风 催过生命 叶子满飞舞 感受是精彩 风 催过生命 叶子满飞舞 感受是精彩 噢 穿越人海 我穿越人海 随着海的步伐 感受生命自在 噢 爱 不说不再 闪发希望光芒 冰凡生命 色彩 噢 感恩 我不惜我存在 我拥抱四十次等 珍惜每个旅程 铁上古达比较收获的光神 噢 感恩 我不惜我存在 我种下自卑种子 勇气让它们发芽 开花结果 这世界处处芬芳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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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啦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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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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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 ! 拉 ! 啦 ! 啦 ! 啦 拉$ 郭冰啊,很像比賽這個注意安全啊 哎,是哦 最重要啊,不是輸贏 最重要,是我們的安全 對啊 如果余真在就好了 趙傑,無兵 你死了 你出院了嗎?你是出院了 我昨天才出院的 身體怎樣?還好吧 不要再說我了,你們等下不是有比賽嗎 你們等下比賽要加油哦 少了你,我們怎麼會贏 我相信你們實力的 不然這樣 你要不要一起跑 反正你只要換了新的行章 可能你更厲害了 我們會加油的 還會跑買你的份 你不要跑過頭就好啦 那你們還是去為比賽服備吧 那我們 好,我們重點見 冠軍的名牌新獎台見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 趙傑,無兵 你們要加油哦 雖然我已經不能再跑步了 但是我很慶幸 我還可以活在這世上 很慶幸,我還可以依然的在場上上 繼續的支持你們 感恩捐獻器官給我的那位朋友 我會好好替你活下去的 其實人生就像一場接力賽 而你的愛就是那個接力棒 雖然你已經走了 但你的愛已經傳給了我 而我會好好地替你把它流傳下去的 感恩 嗨 你好 請問 你知道什麼是器官捐獻嗎 其實呢 器官捐獻就當一個人被診斷 腦死亡的時候 基於個人的意願 或者是家屬同意之下 把自己的器官捐獻給一些有需要的病人 希望他們的病能夠繼續 希望他們的生命能夠連續下去 那現在呢 其實你們不要笑啊 那其實現在呢 有很多病人一直在等著的一些器官呢 就包括我們的皮膚 頭 心臟 腎臟 等等的這些器官 都是很多人都一直在等著的 那現在呢 其實有很多人對器官捐獻都沒有一些普遍的認知 他們一聽到器官捐獻 就覺得器官捐獻是一件很可怕 很 怕的事情 那其實我在這裡就想告訴大家 其實捐獻器官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那而且現在在外面有很多 呃 組織啊 團體都只能在積極推廣 捐獻器官的這個訊息 為的就是要告訴大家 不要畏懼器官捐獻這個東西 那我想問你們 請問你們對器官捐獻有興趣嗎 有 有 有 謝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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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過死後想要保留完整的屍體呢 保留完整的屍體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方面的事情耶 你呢 我啊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耶 可是我覺得在座的大家都會有這個概念吧 我覺得一個人活在世間 難免會有缺陷 那為什麼要求在死後一定要保留一個完整的屍體呢 對呀對呀我贊同 而且以佛教來說呢 沒有保留完整的屍體 並不會直接影響我們的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反而捐獻器官可以拯救人喔 好 我覺得 是真的人拯救人啊 我覺得現代人的思想已經隨著社會而進步 所以對捐獻器官這個概念其實都能接受 對而且這也方便大家更認識生死 謝謝